《新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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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当时的修行问题 按照这种观众下去就行 第一地众生是 你要是对病人讲很难的 尤其对老年人 你要做老年人慢性病的治疗 首先让他那一刻安心 那么什么仪器可能起点作用就比较大 比如安心的环境 比如说他每天回家 生气跟老公吵架 你今天只好他回家一吵架 那个又不灵了 我告诉你 最起码让他处在一个不吵架的环境 他才治疗有效果 很多病都是 不停地在传播 那个肢戒跟那个境界 比如说他生气美 不停地在生气 他就形成个病灶 你要先给他 让他先换个环境 你不能说是 你关一切如梦怀炮 他能关了吗 他关不了的 所以你要治牙老院 环境也是 床也很重要的 你既然是个僧波 那床很重要 环境啊 让他住在你家里 住在一个不吵架的环境之兵啊 是吧 但是他心里会想着老公在家骂我 呵呵 他能不想吗 我个人而言 如果那边修的话 接下来怎么修啊 就是按照刚才能说的这样 那个是最高界的 就是按着这种气路 你修啥方向也都按那个修 你是空性的 借里头那套系头 然后呢 入入不动 你拿哪个方向都是 你都得修 都得那样 都得按这个做地基 嗯 那就比如说修那个耳朵圆通 你也是用这种 你不得按照在空性里面 按照在文性 空性 但是这个文性也是无喜无笑的 无什么 文性就是空性嘛 因为本无借无觉知嘛 那借性也是空性 文性也是空性嘛 本来都是用的一个心嘛 所以死人野猪子没掉 耳朵也没掉 但又看不见又听不见 他都是用的心不企业了嘛 是吧 如果他们是六个东西 野耳鼻舌神医 用的是六个东西 那看不见了 不代表听不见 是吧 现在明显的就是死了人了 起心动念没有了 这不缺 他也看不见了 听也听不见了 长也长不见嘛 是 但大家说 我耳朵流了 我也听不见 我眼根还能看见 你能听见静音嘛 你还是能听见的 你分别他是静 你听不见动音了嘛 他死人 连静音也没了 动静都没啊 所以都是用的一个心啊 你都得把这个心念清下来啊 这个六根是个摆设啊 动静都是个摆啊 你能闻的 所闻的是人力的 说听下人力的嘛 是不是听下心的分别 你先把心停下来 心停下来 这个能闻的 所闻的不就是个摆件了 这是人道的 不关你事了 你这不出人道了吧 这不 对吧 你就不在人道了 因为你要能闻的 所谓的真实不虚 那不是在人道嘛 那不是困住了 能见的所见的 这不在人道嘛 你看见这是水 这就是人道嘛 比如说念国或者是 比如说念阿弥陀佛 或者是听那个海朝音 也是这种方法 都一样 都一样 对对对 都一样 都在自己六根的这个文性 空性 先把这个空性定义在自己这儿 虽然空性无处不在 先定义 这就叫无处啊 不要着想啊 这儿就叫无处啊 你那儿也叫无处 你那儿也叫无处啊 不要说 乌乌乌乌变法界的无处啊 无处没有时空就叫你那儿 只是大家太想这个肉体太 一下都好了 太想了 我好 我的好 我妈好 我爸好 我孩子好 我家里好 然后我不病 太渴望这个东西了 所以永远被这些缘所空 这个你你认为 但是其实空性的不是 是你头脑中这种 太想这种认知 太渴望 就是恐惧 渴望 压力 都是这样的 里边有一个我像 有个我 自我的认知 这个自我的认知 不是你在头脑中 在建立一个 不断的想来想去 就能破的 是停住 所以停不住 才念佛 持咒 关呼吸 一手 清洗脉 都是停不住啊 你惯性往处跑啊 这个我不断的制造 幻境不断的制造 就裂呗 那功夫真的是裂呗 那功夫真的是裂呗 那就念佛好呗 啥也不想念佛 如果没有政治界的时候 你可以不做任何事 也在修行 你如果没有空性正见 你就坐在坐地上 也不是我告诉你 你不就是个坐吗 那叫打坐吗 坐着乱想 是吧 打坐是全神灌注 坐在这儿 你看 全神灌注啊 买心欢喜 全神灌注 更成虚妄 坐在这儿 乱着政治界 乱入不动地坐在这儿 然后能量聚集在这儿 一个三角形的 一个金字塔形的 一个能量聚集在这儿 乱入不动啊 这才叫打坐啊 你坐在那儿 这样子野猪子乱站 耳朵乱提乱想 这哪叫打坐 这不是坐在那儿乱想吧 躺着乱想 坐着乱想 站着乱想 全神灌注 上课不知道什么叫全神灌注 他骂孩子说 上课 安心听老师讲 全神灌注 你坐打坐的时候 全神灌注 跑了 跑了 就跑了嘛 他跑了是个人跑了 又不是空性跑了 这种之间 叫拉回来 不要扯偏 跑了 人跑了 跟空性没关 空性一直在做点啥 要这样 这样你就永远有自信啊 虽然是 你还不知道空性是啥 之间跟你跑了 停下来 一觉照到就停下来 拉拉拉 你就会觉得有一个不跑的在这儿了 有一个不跑的永远在这儿 这个人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跟你空性真没关系了 六根跟你空性 六根开始虚妄了 跟你没关系 跟空性没关系 你一定要相信你叫空性 不叫女人啊 一定相信这一点 定位要对啊 跟你没关系 也就是跟空性没关系 这是个六贼啊 这六个贼 这六根叫六贼 他动来动去管你什么事 随他动呗 你只要不跟着他动 他就没招 你叫空性啊 现在你说我是个人 我叫女人 我生在几几年 我准备几几年死掉 因为最多我算了 我算命了 听说能活一百二十岁啊 然后可能性不大啊 这样子就这么乱想 就这样啊 我是空性的 我是如来 就这样想 所以六根都来都去 跟佛怎么能有关系呢 没关系啊 这样才能定住 否则你怎么能 那么多念头砸弄啊 慢慢的你这个肉体六根睡觉 睡着了 空性也在哪儿 他不会睡 他不会在中医间间 他没有任何梦境啊 睡的是你六根嘛 是吧 你这就需要定理了啊 慢慢的修 慢慢的修啊 一定会 所以你始终是 死认你就是这个空性 空性是什么 你就说不知道 谁问你就要不知道 反正我是空性 肯定不是 先不认这个假的 至于真的是啥 还没见嘛 不要被假的影响 反正没见到真的 我是个假的来了 你肯定知道 我是个假的 你先不要 你先肯定是 不受假的影响 等着真的来的嘛 是吧 你被假的影响了 那你不是这个 假为真的吗 最主要是说 就像我坐在那儿 你说想见个羊女 我来了个假的 我贴了个脸 我是羊女 你明知道我是假的 你会在乎我吗 你不理我就行了嘛 是吧 你还把我管这个泡泡 我是个假的 你管啥呢 是吧 你如果不知道我是假的 你肯定是太啊 怎么个 你都知道我是个假的 六根六臣是假的 你的目的是 坐在那儿喝你的茶 我说啥就 想答就答不想答 懒得理你 是吧 因为视我为无误嘛 我是个假的嘛 你不坐在那儿喝茶 等着真的让你过来 是吧 但是真的让你来不来 在这个世界我做个比喻啊 真的让你来不来 你不知道啊 你都等得下去 但空性一定会来啊 这才是问题啊 如果你坐在这儿 等一个真的让你过来 你可能等不到啊 因为他是 决定前 在这个真的让你身上 他可来可不来 是吧 他选择来 他可能有事办 但是 问题是你的空性 没有学生 你就跟你在同在啊 他一直在那儿啊 他不动啊 他没有离去过啊 所以他一定会出现的 只要你不被假的迷惑 真的一定会来 我告诉你 因为你就是 知道吧 你的病好了 你还不住 好人不在这儿嘛 你现在有病了嘛 是吧 迷者为众生嘛 迷迷迷惑的就是也是佛嘛 只是他迷了嘛 在梦里边 是吧 你好了还 他就在这儿 他一定会显现出来 只是你现在 比你梦境里边的东西 诱惑嘛 各种各种乱想嘛 你停下来才能醒来 通过定来醒来 觉醒啊 但这个定是需要正直接 才能定住的 不是你坐在那儿 压抑你的觉受 压抑你的情绪 压抑你的念头 能定住呢 是不认他 而定住 然后了知你本来定 了知你本来空 了知你无形无形 就不认了 这个女人跟你没关系了 这不是佛说绝舍这一生嘛 不认了 对吧 那你妈也跟你没关系 你爸也跟你没关系 但是回去不能这样说话 她说我不认这个女人了 回去跟我妈说 你跟我没关系了 你妈肯定也跟我 你觉得马上就疼啊 这腿的韧啊 是吧 只是修正方法 修行方法 不是让你做人的啊 这种理路不是让你在人道做人的 做人好好做人啊 反正是毕竟空 你扮演个角色 就是个电影剧部 回家也不让个好女儿啊 也不让个好 是吧 好老婆 也呗 反正电影剧部里 你甚至是学了那么多经验嘛 怎么也还不知道啊 都人到中年了 怎么说话别人高兴还不会啊 非得尿着说 然后说我烦 是吧 你现在不是成佛了 你要是佛吗 这个我跟你没关系了 他就是个假 就是个假角色嘛 但是你说我烦的是病嘛 你这个假的有病嘛 所以才叫假嘛 他要没病 这不是真的来了 因为你现在有病嘛 所以假 所以你有时候脾气不好啊 烦啊 妒忌啊 呈恨啊 抱怨 这叫病嘛 是吧 现在你修这个真的 就是想治这个假的的病嘛 病就好了嘛 你安住的真的 假的病也好了 病好了 假的真的是合一了嘛 是吧 就成佛了嘛 真假是一个嘛 一条故障于你 还不肯定 你会给你 哪个人 也是 可是这一个人 不肯定 都不肯定 云上 在二月 以练习 从 目前 都不肯定 感谢观看